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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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請各位先講15分鐘 因為我當主持人的責任就是控制時間 比較沒事的 沒事 可能我們就照原來的順序 今天語談的貴賓是行政院能源極減碳辦公室蘇金勝主任 他是專家了 對我們負責 我們來聽聽 請蘇主任上台為我們語談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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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院長我們是主持人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 非常榮幸啊 剛剛政事長有講到就是原來政事長要來參加這個座談會啊 臨時要陪立法院的委員去三接考察 所以由我來代答 讓你重述一下 那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啊 主要是在處理我們跨部會之間啊 有關能源轉型以及減碳方面的議題啊 這個包括相關的政策或是相關的計畫 以及推動的執行的這個情形啊 所以在能源轉型的部分啊 包括在生產發展展率的部分啊 包括天然氣的增加蒸氣的部分啊 包括減煤的部分以及非核的部分啊 那這幾個部分都是相當重要的議題啊 有一些跨部會的議題要去處理 那麼在減碳的部分啊 我們2015年啊 訂定這個溫濕氣體減量級管理法以後啊 那麼已經訂了各階段的這個管制目標啊 包括2020年比2005年減碳百分之二 那麼2025年比2005年啊 減碳百分之十啊 那2050年啊 是減碳百分之五十 不過這個目標啊 好 我們現在從轉到那個靜零轉型啊 就是已經是要到2050啊 達到靜零這個階段啊 目前我們在做相關的路徑的這個盤點啊 找出相關路徑的一些方向 那我想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們其實整個靜零轉型的部分啊 是跟全球的方向是一致的啊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啊 我們不能自外這個整個地球村啊 在追求靜零的這個路徑啊 那所以總統在今年的地球日的時候啊 就宣誓是說 靜零轉型是全世界的目標 也是台灣的目標 所以台灣要到2050年啊 要追求靜零轉型 同時要經由這樣的挑戰啊 轉化為我們產業投資 以及就業的相關的機會啊 那在今年國慶的時候啊 總統也特別在宣誓就是說 我們跟國際的主流是同步的啊 那2050進入目標 我們是公開的對全世界去做宣誓啊 也一起規劃這整個的路徑圖啊 所以相關的評估相關的路徑啊 目前行政院目前在作業中啊 那當然這個牽涉到很多科技技術方面的問題 也就是說依照IEA的估算啊 那麼2030年以後啊 很多的技術是目前在發展中的 可能在示範中的 或是處於初始的階段的這一些部分啊 所以我們必須有一些科技的盤點啊 來加以這個推估啊 將來我們的路徑跟深度啊 要怎麼樣去走 那麼蘇院長啊 也在今年8月30號的時候啊 在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第33次會議的時候啊 也明確的宣布啊 請環保署推動修正溫室氣體檢量管理法 改成因應氣候變遷因應法 這樣的法制作業 而且要將2050年的淨零排放的目標 放入這個法裡面 所以從政策的宣示啊 到立法的階段啊 那表示政府一步一步的在做 那所以行政院啊 在1月開始啊 就已經成立了一個 靜零路徑 推動工作組啊 那麼這個工作組啊 是由 國法會拱民心主委 也就是行政院的政委 來當召集人啊 那同時也請這個 中原院廖院長 工原院的院長啊 來當諮詢委員啊 那部會部分啊 包括經濟部 經濟部是最最前線啊 它包括能源的議題 製造業的問題 這兩個議題 都是最重要的啊 那包括科技部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一些科技的研發 以及科技的路徑啊 去做盤點啊 那麼交通部是運輸的部分啊 內政部是一些環境的部分啊 那麼農委會是一些土地啊 森林啊 農業的部分啊 那 這個底下啊 分了五個工作圈啊 一個是去碳能源 也就是說 我們要把所有的能源啊 變成無碳的能源 也就是電力變成 零碳的電力 燃料變成零碳的燃料 那麼第二個工作圈是 產業及能源效率工作圈啊 我們在產業的部分 怎麼樣達到 低碳的產業 怎麼樣去推動 循環經濟 那能源效率的部分啊 怎麼樣 降低能源的使用啊 我們剛剛講就是 人類因為過度的開發 能源使用 極速的增加 造成溫室氣體 也是大量的排放 所以 怎麼樣去節制我們能源的使用 以及這個造成的相關的排放 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些產業在使用面啊 是大家要去努力啊 去做的 第三個是運輸的部分啊 我們運輸的部分 譬如說我們用的汽油 柴油 那麼這一些怎麼樣去 轉化成 用電 或是轉化成這個 無碳的燃料等等啊 去推動 或是我們推動大動運輸 譬如說捷運啊 高鐵啊 這一些啊 然後再配合 低碳的 零碳的電力啊 來運輸啊 那這一部分 就由交通部跟經濟部在運 經濟部是負責運聚的部分啊 交通部是負責整體交通建設的部分啊 那麼護碳技術啊 就科技部跟農委會啊 那護碳的技術部分 包括我們CCUS的部分啊 在一些大氣排放的吸收啊 或是碳譜做的封存等等 那治理的部分是各個層面啊 我們怎麼樣跟社會去做溝通 怎麼樣讓整個制度面啊 法規啦制度啦環境面啊 能夠做得很好 所以從這五個面向啊 去分別去進展去推動啊 那在整體面的思維啊 過去我們在溫管法的基礎之下 我們是從部門別的排放的減少去努力啊 譬如說這邊啊 這個使用量最大的可能就是製造業啊 佔了一半以上啊 那麼其他的包括 包括能源部門 運輸部門 住宅部門 服務部門以及農業部門啊 所以在溫管法裡面啊 在部門別的減碳目標啊 就分為六個部門啊 包括製造業 製造部門 能源部門 住商 運輸 農業以及環境啊 這六個部門啊 分別去規劃 未來減碳的目標 能夠符合溫管法 所訂定的這個目標啊 那麼將來我們要做到淨零啊 剛剛曾次也講到說 零其實是一個相當漂亮的數字啊 那零的話就是 你必須放棄一切 可能排放的相關的規劃啊 然後達到這個零的這樣的目標啊 那因此我們怎麼樣達到零 就是我們要去盤點一下 我們現在的排放 到底是哪一些在排放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燃料燃燒啊 大概佔了九成啊 我們所有的排放 但是還有一成啊 不是燃料燃燒 是工業的製程相關的 也就是說 我們的工業 雖然除了用燃料以外 它本身製程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比如說水泥 水泥是石灰石碳酸鈣 它把它高溫斷燒啊 它就把氧化鈣跟二氧化碳 因此它在生產水泥的過程啊 它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那像這樣的排放啊 那就是其他的來源 我們怎麼樣去把它減低下來 那麼燃料燃燒這九成裡面啊 有大概五成多就是電力的排放 也就是說我們發電用鎂 用油用天然氣啊 那麼這些造成的這個溫室氣體的排放啊 大概佔了五成六左右 那麼也就是說 換句話講 我們如果把台灣所用的電力全部是零碳 也就是說我們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或是百分之百零碳 那我們仍然沒辦法做到淨零 我們只能做到五成六 還有四成四啊 的排放 也就是說我們只能減五成六 還有四成四的排放 那麼其他四成四的排放啊 我們還有非電力的燃料的排放 像汽車運輸工具造成的排放 像產業在鍋爐用油或是用天然氣造成的排放 那麼這些排放啊 我們仍然要去追求一個零碳的燃料 來讓這個產業所使用 那麼其他能源呢 就在製程的部分啊 要怎麼樣去減少 那這邊有一個互相啊 就是碳廢的部分啊 這個碳廢的部分就是我們 譬如說我們造林 我們做CCUS 這一部分啊 可以把一些碳廢的吸收去減少 那整個的平衡啊 我們將來的目標要讓它去領 那我們從供給面啊 跟需求面啊 兩部分來看它的話 供給面我們這個零碳電力 我們怎麼樣去追求 有辦法去做到零碳電力 我們知道我們目前整個能源轉型 在展率的部分啊 一直在增加在生能源的這個佔比 那依照IEA啊 整個2050年的情境的分析啊 風力跟太陽能啊 到2050年啊 會占到全世界電力生產的70% 也就是說 零碳的部分啊 主要70%是來自風力跟太陽能 那麼在台灣可能 我們受限於我們的 在生能源的資源啊 會比較有限 我們 土地方面啊 如果要 開發這個太陽光電啊 其實地是夠 我們大概一千公頃 一公頃可以設一MW 一千公頃可以設一個Gigawatt 但是 土地的使用 跟我們民生產業 或是環保 經濟環保 其實是有一些折衷跟淨和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能夠 怎麼樣去 有效的去利用這些 我們的土地空間啊 去設置太陽光電 也是一個挑戰性啊 所以我們在 行政院啊 省護院長 大概每個禮拜會有幾次的會議啊 去討論這些議題 去怎麼樣解決這些問題 或者怎麼樣去推動啊 我們相關太陽光電啊 離岸風電的推展啊 能夠順利的推展 那 風力的部分啊 我們在 離岸的部分啊 有一些空間 但是 離岸的 海域的空間啊 也是 也是多重的使用啊 包括 這個 漁越的捕獲啊 海運的航行啊 等等啊 也是多重的使用 還有國航的用途等等啊 所以 整個空間還是有限啊 因此 我們 是不是在 這兩個部分啊 能夠超過50% 甚至達到 這個 IEA所定的70%啊 我們仍然要繼續一些 盤點啊 才有辦法確定 其他 台灣還有 很多其他的再生產 像地熱啊 海洋能啊 水利啊 等等啊 生殖能啊等等 那麼 這些 任何的生殖能 我們都不放棄啊 就是 能夠有他的潛力 有他的資源啊 我們就盡量去 做利用 那 零碳燃料的部分啊 譬如說車輛的使用 在需求面啊 我們除了把它 大量的去電氣化以外 也就是說 車輛我們就發展 這個運聚電氣化 發展那個電動車 讓 盡量 解決 電力的部分 讓它去零碳 那麼 其他的部分呢 沒辦法零碳的部分啊 我們要 轉換成那個 零碳的燃料啊 像用生紙茶油 或是 酒精汽油等等啊 或是將來要清冷 清冷其實將來發展是一個 很重要 很重要的部分啊 那 我們可能將來 整個國際上啊 有很多 多餘的再生能源 那 它可以來產清 產清可以做運輸啊 運輸到別的地方 或是其他國家 去做發電 或是去做燃料用啊 那麼 在需求的部分啊 我們除了把它 電氣化以外啊 能源效率剛剛講的 是相當的重要的啊 那麼在製程的改善啊 我們也要發展這個 低碳的一些製程啊 以及循環經濟的利用啊 那麼 碳灰的部分是 呃 是 應該努力的目標啊 那 在能源部門呢 我們講在 呃 綠能的部分啊 我們再生能源的部分 要不斷的去擴充啊 那整個 進口能源的轉型啊 我們把煤炭一直減少 天然去增加 再把那個 呃 再生能源增加 也就是說 自產的比例啊 將來會大大的增加 進口的能源會大大的減少 那麼 呃 進口能源也做一些 呃 值的轉換 也就是說 將來我們不是進口天然氣 不是進口煤 除非 所以這兩個部分啊 我們將來可以搭配CCEVS 哦 就是探補後以封存的技術啊 能夠去把它 淨 啊 這樣的情形 要不然我們 必須進口 濾清 哦 濾清來發電 或是做 能源的使用啊 就是在整個能源的願景啊 是這樣的情形 那麼在製造業啊 我們 跟互碳的技術啊 那 所以我們目前很多產業 我們鼓勵啊 加入這個 RI100啊 能夠 呃 能夠這個 讓每一個產業本身就可以達到精靈 那讓全台灣的這個產業 那在運輸部門的部分啊 我們想就是說 需求是不是能夠減少 也就是說我們的旅次啊 我們的旅行的長度啊 是不是能夠減少 第二個是運距的移轉啊 譬如說我們要廣泛的使用公共運輸 或是距離比較近的 就用自行車跟步行 這些零碳排的這個交通工具 那所以將來我們不只是提升 車輛的油耗效率啊 那我們必須用低碳或是零碳的這個車輛 譬如說電動化或是輕能化等等啊 那台灣在整個結構上面啊 譬如說我們的私人運距的比例 是比較偏高的 跟全球去比啊 那我們步行跟自行車的這個比例也是偏低的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整個結構部分 也要去做一些改善 那我想綠色金融的部分也是相當重要 下午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那各個產業的投資 或是我們整個低碳的產業 或是低碳的投資啊 都必須相關金融的資源 因此行政院已經推動綠色金融2.0 那金管會啊 也對綠能科技產業 像離岸空天這些產業啊 也做了很多投資 同時也發行了很多的這個 綠色債券 或是那個可持續發展的債券等等啊 去支持這個綠色產業 那結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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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 全球來講是會比較落後 那所以我們必須找到自己啊 最適當的位置跟方向啊 善進地球 村議員的這樣的責任啊 我們的目標還是到205年達成 雖然這個死命啊 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相信啊 靠大家的智慧 跟大家團結努力一致啊 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做得到 謝謝大家 謝謝蘇主任的語談 接下來有請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剪又欣董事長上臺為我們語談 讓我們掌聲歡迎 剪董事長 這個走不走 會動 李院長 蔡董事長 市董事長 各位貴賓貴女士貴先生 今天很榮幸 有機會 來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主題 2050年零碳轉型 我們邁向這個世界共好 那這個題目 剛才聽了非常多的這個寶貴的意見 李院長啊還有蘇主任啊等等 好 這開始不走 又上 又回來了 好 要朝著你來 好 那我近一點 近一點 好 那我想這裡有幾張圖形 我不再解釋了 因為又有大汗又有鹽水等等 那基本上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今天主題 只有靠淨 才能得到世界共好 其實我們過去從工業革命到現在 我們很努力地改變我們的生活 創造我們新的文明 但是我們也走向共壞的路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創造太多的這些二氧化碟 加溫等等造成今天的這個氣候變遷 造成我們未來人類文明的困難 那2015年的時候 聯合國在巴黎開了這個大會的時候 做了非常重要的決定 訂立一個巴黎協定 這巴黎協定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希望人類要控制的溫度 在攝氏兩度之內最好走向1.5度 那為什麼會加一個負走走向1.5度 因為這個開大會那天 我在那邊參觀 他們非常的複雜 大家最後的階段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紛爭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反對 很多國家反對 為什麼反對呢 是小島國反對 他們說 如果到兩度的時候 我這國家都煙光了 我根本就沒有機會跟你談這問題 要1.5度 所以當時就少1.5度 邁向1.5 最好做到1.5度 包括加個彈書 什麼彈書說 給IPCC給三年的時間 重新再精算一下到底是多少 在2018年 在韓國他就開個大會 聯合國再度公告 他說必須要到1.5度 如果2度的話 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問題 而且要必須 2050年要達到碳中和 才有可能達到我們原來的目標 那在這種狀況下 現在大家做非常清楚 2度C不再碳 那是過去式的 現在是碳1.5度 第一件事情是這樣的 第二件事情 你要到碳中和 要靜零 靜零那段時間就開始熱起來 從英國人開始做碳中和 2019年 他宣布 國會通過要碳中和 有法律的規定 然後歐盟跟著碳中和 然後2020年去年 中國宣布了 在聯合國的視頻大委 突然宣布他說 他們要2060年達到碳中和 2030年達到碳大峰 一連串下來 跟著美國大選之後 美國的拜登總統說 2050年碳中和 而且他加碼 他說美國的碳排要加碼 從過去的2030年 要減26%到28 跳成50%到52 這是非常大的一個宣誓 所以整個全世界突然之間 邁向靜零 那現在國家 邁向靜零的國家 一共有130幾個國家 都已經宣誓了 然後其實我們國家也宣誓了 那麼我們行政院長也正式說了 我們要入法 現在我們溫室 氣候變遷因應法令而入法 那這時候 中央在做 地方也在做 那地方比如說 我們在講 現在有這個 從這個 企業 都市 大學 比如說我們台灣大學也宣布 2047年 要靜零 成大2041年要靜零 很多大學跟著宣布 然後很多都市也在宣布 那數量都蠻大了 剛才講大學大概600多首 那這個 企業大概2300多家 這個數字稍微還舊一點點 那麼都市有將近800個以上都市宣布了 那我們在台灣也很多的企業都已經宣布靜零 那我在9月的時候還組了一個台灣的靜零聯盟 這些公司都宣誓它一定要靜零 而且要做到 不但宣誓 而且它有出來 它很重要 它未來怎麼做吧 這裡面包括台積電 包括鴻海 包括台泥 包括中鋼 大概19%的公司已經正式宣誓 那其他還有人沒有加入 還有人都在做 那大概講 這是一個風氣風潮下來 而且變成全世界的潮流 只有靜零 才能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 才能拯救人類未來的文明 可是這個工作並不好做 非常難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講 我們這段時間所遭遇到的 2020年到205年 可能是在人類有歷史上以來 變化最快一段時間 那我為什麼講這麼大的話呢 因為我們人類歷史進步最快的時間 大概是從180年 或者17多少年 18世紀到現在 因為化石燃料產生的文明 開始發現煤 煤就產生什麼時間 煤就產生水蒸氣 水蒸氣產生火車 產生這個防止器的機器等等 然後又發生石油 又發生電等等 那這個非常大 跑了200多年 我們突然發現不對 我們走的方式有問題 那現在的方式的問題就是說 解決問題 巴黎協定最重要的一個結論是什麼 就是要把所有的化石燃料 從地球把全部消失掉 我們是從增加這麼多的化石燃料 要突然把減到這麼多化石燃料 而且我們要保持一定的生活水準程度的話 那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要經過的 要經過歷史上 最困難的一段時間 也是變化最大 那麼這就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叫實體的風險 一個叫做轉型風險 實體風險是什麼 就剛才我們院長講的 這個實體風險 你看到的就是所有的這些 天災 大水 洪水 森林大火等等 但是可怕的是轉型的風險 因為轉型風險 有包括最簡單的能源轉型風險 再來是社會轉型風險 再來是經濟轉型風險 你跟的全部都要變 你不變 只是說叫叫叫說 我要簡單 關燈 那個一點用有沒有 你要整體改變你的社會狀況 可是問題又來了 如果你改的太快 你改的太快 人民沒有辦法接受 工業沒有辦法接受 生活沒有辦法接受 很簡單 去年其實是減碳的 2020年減碳 為什麼全世界會減碳 因為去年有一件事情 是COVID-19 全世界封國 鎖國封城 都關掉了 關掉當然了 沒有行動 沒有這個經濟行為 當然碳會減碳 有一位這個 有一個印度的一個城市 這個報紙突然登了 他一輩子都沒有看到說 他們城市就在喜馬拉山西 這個走了以後 就當一個喜馬拉山在那裡 可是就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你要改得非常快的時候 非常困難 就COVID-19 把所有經濟行為停止掉以後 減碳 但這不是我們要求的 如果你減得太慢 你等於沒有減 你等於沒有減 我們今天要講 我們今天每年每年還在增加 我們二兩塊再增加 只是清水煮青蛙而已 我們並沒有減 所以不能減太慢 你也不能減太快 而且減到過程問題來了 這個世界上已經非常多的永續問題 比如說貧富懸殊 那你轉型中就產生非常大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這些人有錢的越來越有錢 窮人又有錢 窮國越來越窮 有錢又有錢 這問題就會來了 所以怎麼樣做公正轉型 怎麼樣做時間能夠靠得住 所以去年 全世界中央銀行他們出了一本書 叫綠天鵝 綠天鵝告訴所有中央銀行 說中央銀行的責任之一 也要照顧汽油變遷 原因在哪裡 他說如果你轉型轉失敗太快了 很多公司會倒掉 公司倒掉的話 銀行會倒掉 因為它貸款 銀行倒掉最後倒的是 倒到最後中央銀行來負責 所以中央銀行本來只做一件事情 調整利率 注意物價通貨膨脹等等 現在加一個題目就是 氣候變遷 你要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的複雜 現在我們要改最簡單的方式 也是最困難的方式 我剛才講 什麼都要改了 生產的方式要改 生活的方式要改 商業的形式模式要改 最重要的是什麼要改 大家的腦袋要改 因為我們過去是那樣過來的日子 那今天那樣的日子不能過了 我們如果還想每件事情都要 這麼多物資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的話 這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們現在還要蓋非常大的房子 蓋非常大的這些設備等等 來滿足我們生活的物欲的話 這個時代變了 所以我們要想想 我們怎麼樣過一個與自然共生 能夠只有一個地球下 我們過日的生活 這改變我們的腦筋 改變我們的腦袋 然後就是行為要改變 行為要改變 一個人不要開一部車到高雄去 你可能四個人 最好不要開車 你坐高鐵去 整個行為要跟著改變 然後最後 我們才能夠發展 才能夠保育 現在我們就講了 如果這樣跳到 從2021年 突然跳到2050年的時候 我剛才講的 什麼都要改了 第一個 整個能源通通要改 我們在台灣 不再會有這個燒煤火力發電廠 不再會有這個天然氣的發電廠 即使你有天然氣發電廠 你必須要有碳回收 能源改了 然後工廠改了 工廠你只能用濾電 如果不用濾電的話 你根本就不可能生存 交通也通通變 我等一下再說明 其中這一次聯合國大會講得很清楚 現在聯合國裡面非常關心什麼事情 海運 因為全世界一年有800億公噸的物資在運送 海運是非常興盛 最近我們看航海王三家 這個長榮 這個陽明 還有我們萬海 很成功 但是他們很緊張 為什麼很緊張 因為現在全世界IMO海事組織 規定了未來它開始要換燃料 不能再用現在傳統的才有燃料 要改成生殖燃料 有一個時間表出來 所以船也要改 燃料也要改 甚至這一次的規定很清楚 已經有六個國家正式提出 綠色航線 這個航線我只給你一個 綠色的船隻可以開 已經慢慢開始 最後傳統的建築 基本上講起來 今天台灣的建築 都沒有辦法應付205年的標準 我們的標準本來就比 本來就比這個歐洲慢很多了 更不要談205年 各位想 如果真正我們達到靜零的話 你要做到什麼 四點都要做 第一個 你要淨水排放 就是說所有房子或是社區 你根本就不可以排放水出去 你只有用什麼東西出來 你只有用天上掉下來的水 中水回收等等 你要自己房子或這個社區 你本身社區大社區 你們要做水回收 水水淨化 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最後淨水 然後淨廢氣物 都不能再有廢氣物了 我們所有的東西 盡量把所有的 你的房子 社區裡面 以社區的單位 房子很困難 就社區來單位 不可能有廢氣物出來 也不要再所謂的這個 這個垃圾出來 那我們今天看 台灣已經很不錯 已經開始了 我看很多公司已經開始了 你走到公司裡面 沒有看那個垃圾箱 沒有製紙樓 都沒有了 都開始變了 我說這是很好的方向 那再來 我們要靜能源 我們自己本身 社區或房子 我要產生我的東西 屋頂一定要有太陽 我的窗子 窗子本身 可以發電 那麼我們整個房子的設備 這個牆壁要夠厚 要飽染 怎麼設計 要流通 不能靠這些來做 那最後就是這些事情 但是還是非常困難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第一個很大一件事情 現在汽車已經開始了 整個汽車工業 在未來15年 大概都要廢除掉 這一次聯合國也規定 有11個大汽車公司說 它不准再賣這個 它不准2035年 不再賣這些傳統車輛 這麼多國家 包括英國 包括歐盟 包括美國 日本都已經規定 2030或2035年 全部廢止汽車 全部廢止新的柴油車 新的汽車買 所以時間變了 好 那另外 那今年很重要一件事情 有一個46國家 全止說要未來廢除 所有的燃煤火力發電廠 那這裡已經看到 2025年的時候 2025年的時候 英國 法國 芬蘭 奧地利 他們準備 所有的燃煤火力發電廠 全部關掉 這整個變化是非常大 那最近我在台灣看到 非常多的企業界大老闆 他們最關心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有沒有綠電 因為所有全世界工藝店 要求 大品牌公司要求 包括Apple 包括Google 包括Microsoft 包括Walmart 要求綠電 2030年 2030年要綠電 各位曉得 我們最近幾年前說賣綠電 大家說政府 該那麼貴的海上風電 他們說罵誰 誰要買 今天台灣綠電 台積電買的99.5% 那剩下來它叫做沒有用的 沒有電 怎麼辦 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另一個關心的問題是 碳關稅跟碳稅的問題 歐盟已經講得很清楚 2030年1月1號開始執行碳關稅 那2026年開始收費 那麼這個碳關稅收多少呢 各位曉得歐盟現在的碳稅 大概是60塊歐元 60塊歐元大概2000塊台幣歐元 大家講說要跟歐盟做沒有關係 美國已經講清楚 歐盟成功的他跟著做 日本也說歐洲做 美國做他一定做 那這個時候我很簡單 一個數字跟各位報告 這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 以台灣講解 我們台灣賣水泥 我們水泥一公噸 要排0.85公噸的二氧化碳出來 那麼0.85公噸乘上2000塊台幣是1700塊 各位曉得 一公噸的水泥在台灣賣不到3000塊錢 你有將近50%以上錢要交碳 當然我們國家不會立刻實行這麼快碳 不過如果你要出去就有問題 鋼鐵 鋼鐵一公噸的鋼 鋼的價錢很多 這個煉鐵的方式不一樣 不過一公噸的鋼 要排2.2公噸二氧化碳 換句話說現在鋼 中鋼鋼大概2萬到4萬之間 我算最低價2萬的話 各位曉得 他要交4400塊的碳稅 這個對大公司的講解影響是非常大 好 那最後我跟各位講 我們是未來世界 年輕人等不及了 所以呢 這個國外已經開始了 年輕人說不上 禮拜五不上課 為什麼要去罷課 要教這些立法者說你趕快改了 我們年輕人等不及了 在世界一樣在台灣也一樣 然後最後呢 我是覺得我們今天講共好 尤其在富邦金空辦的這個講堂 是非常好 我是覺得全世界現在走向一條路 因為要做未來更好的時間 只有一件事情你要投資下去 所以聯合國在今年4月21日開始 組了一個叫做 這個全球淨零金融聯盟 總共到現在130兆美金 準備這些經費要投入 所有未來的轉型 所以這轉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要大家一起來 那我覺得這個富邦這個 我們未來共好 這個一起投入這個金融 是我們未來成功最大的保障 好 謝謝各位 謝謝董事長的語談 接下來有請台達電子 海雲俊董事長上台為我們語談 李院長 還有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這個已經快叫中午了 這個前面幾個這個講者是 給了很多information 那我的presentation裡面呢 有一些跟前面講者重複的 我就不多講 我可能多講一點這個台達電 我們自己做了一些什麼事 那也不是說台達電做得多好 只是我們這個 在過去大概十幾年了吧 我們正式 Series做這件事是2009年 到現在為止大概十幾年 也有一些經驗 跟大家share一下 他說要放這裡 這一張我就不多講了 剛剛很多人都講了 那這個呢 我特別要講的 就是第一個 就是燃煤 Cup 26 燃煤要剪 原來它這個 叫決議 是要face out 燃煤 大家曉得 就是說很多 開發中國家 尤其像印度等等 它那個燃煤 還是佔大概 80%左右 所以 就像剛剛那個 剪大師講的 不可能 一下子你就轉過來 所以他用了一個 新的名詞叫Facedown 這個逐步的 減輕 那第二個 剛剛那個 蔡董事長已經講了 就是這個甲烷 為什麼這一次 特別要提甲烷 因為甲烷呢 對溫室氣體的影響 是二氧化碳的幾十倍 有不同的講法 從二十倍到八十倍 不等 反正很厲害就是了 那其中有一個 最重要的來源 就是這個畜牧葉 這牛 它因為有反鋤 有打隔 還有排泄物 那這一方面呢 事實上是有很多 新的科學方法可以做 比如說改善它的飼料等等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辦法 就是不要吃牛肉 也跟大家報告 塔拉店大概從 可能十年前開始 我們餐廳 就不供應牛肉 這供應雞肉跟那個 魚肉還有蔬菜 那另外提高能源效率這邊呢 那它特別提了幾樣 就是空調冰箱馬達燈具 這事實上 我們覺得就是說 這個 很多 這個 這個 這個效率都很不好 所以 台大在過去呢 這個幾十年 也致力於 提高各種各樣的 這個 這個 這個效率 比如說 以前 筆記本的電腦 這個adapter 它的這個效率 大概只有65% 那現在都是90%以上 那現在那個像 太陽能這個 這個 逆變器 我們已經做到99% 因為 台達電 這些工程師的努力 那 因為台達電做 這個電源供應器 做了很多嘛 全世界做第一 不管是電腦 通訊 還有其他的 各種各樣的 這個電源 因為這些工程師的努力 我們算了一下 在過去這個五年 我們幫全世界 大概省了 三百億度的這個電 那 這一點呢 我覺得就 除了這四樣之外 很多其他的device 都要 去 增加它的這個效率 這個電動車 對 剛剛也講了 我就不多講了 剛剛講的就是 那個 2015年 為什麼從 15年來講呢 那就是 巴黎協定 我想建大使在那邊 我們也在那邊 大家對 這個巴黎協定 這個有很大的 這個期望 當然 Sign了之後 大家是很高興 兩百個國家 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還散了這個鬼門 但是事實上 我們看 從2015年到 2019年 這個二氧化碳的排放呢 事實上 全世界是 不僅反真 所以那個 現在很多年輕人 在那邊抗議 是有道理 都說你們都是 這邊講 就是那個 Gletta講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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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是 大官都在裡面 blah blah 都沒做什麼事 那這邊看得出來 是事實上我們先是 說得多 做得少 然後才懂得講的 我們還要做很多事情 要很快地做這些事 那同樣 那個台灣 我們是原地踏步 2015年呢 我們大概 兩億六千九百萬噸的 這個二氧化碳 2019年呢 稍微好一點 假如大家看得清楚的話 到2020年 又再好一點 就有進步 但是呢 進步得不夠快 假如說 我們這條線呢 要劃下去 劃到2050 要達到零的話 你看要做些什麼事 剛剛也講了 很多國家都已經 make this commitment 不管是 2050也好 2060也好 2070也好 大家都做了這些 commitment 那現在就是committment 做了 就是要想辦法做到 剛剛這個 蔡董講了 富邦最近呢 這個DGSI 這個成績很 很不錯 今天特別把這樣拿出來 就是很多朋友呢 不曉得 就說欸 我要做ESG 我要做這些 這個 很多這個 這個program 要怎麼做 那ESG 包羅萬象 所以我是跟大家講 參加 DGSI的評比 假如說你不參加的話呢 你也去了解一下 它裡面它要評什麼東西 是非常的comprehensive 那所以呢 現在已經有這個 1843家的這個 公司參加了 它裡面就是包羅 非常的這個 完整 那我就跟大家建議 多去看一下 那前的時候 就是這個 在那個台北市電腦工會 這個鼓勵之下 那也成立一個台灣氣候聯盟 那聯盟的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台灣的這個電子業 受到他們自己的這個客戶 這個影響 比如說剛剛講的Microsoft 或者其他的這個大廠 Google也好 HP也好 DL也好 蘋果 這幾個大廠 對它的supplier 都要求這個 這個預設產品 所以 在幾個行業裡面 可能電子業是走的比較快的 那台北市電腦工會 都是這些電子公司嘛 那就是說大家成立一個聯盟 聯盟做幾件事 一個呢 當然就是大家 share這個information 因為這個information也是 變化的非常的快 還有一些技術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怎麼跟這個supplier 跟他們 所謂的成立一個partnership 來減低 整個supply chain 這個碳排放 就是說 scope1 scope2 scope3 就是包括supplier 因為supplier是很複雜 整個 像台達來說 我們supplier幾千家 三四千家 那你整個電腦工會的supplier加起來 可能是 我沒算過 可能是十萬家以上 那這些 中小企業呢 第一個 它也沒有這麼多的能力 也沒有這麼多的知識 它說 你突然說 你要給我這個net zero 我要怎麼做 或者我要減排 減多少 我要怎麼做 甚至它不曉得 它自己排了多少 那這一點呢 這個 氣候聯盟 我們會做一些這個 教育訓練的工作 當然還有就是說 還有其他partnership 包括政府在內 那我想 這個政府的上面的這個指示 這個 氣候變遷的這個因應法 這個 下來之後 到底要怎麼做 我想 這個工會 也會給一些這個意見 現在為止 現在有八家 是這個創始會員 就是ACER 這個ASUS 這個 AUO 這個 大概都有做一些commitment 那 很多公司的路径圖 也畫出來 我想在明年 開始會有一些這個 program出來 請大家拭目以待 這個 一樣 就是除了台灣這些公司之外 全世界公司 事實上放不完 你幾張史萊子放不完 剛剛也講了 就是這個 氣候聯盟 它成立的目的 行說共識 剛剛這個 講者也講了 行說共識 是不容易 那到底是 你減還是我減 為什麼要我減 對不對 為什麼要我付碳費 不是我收碳費 等等 這炒不完 那 就是說 建立連結 就是政府民間 還有 就剛剛講的這個 supply chain 這邊我特別跟大家講 這個 一個 觀念 就是 前的時候這個大陸 拉閘限電 就是所謂的這個 能耗雙控 為什麼要做這麼 劇烈一個動作 這邊你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了 就是說 你能耗雙控 那控什麼 就控你這個 GDP per Dollar的GDP 你用了多少的這個能源 這個排了多少的碳 假如我們看 中國大陸的話 它是這個遙遙領先 看著這個五星旗那邊 它每一塊錢的GDP 它是排0.69公斤的碳 剛剛也講了一些這個 國際上的這些資優生 剛剛提了丹麥 我們看丹麥在哪裡 丹麥在左下角 它是0.08公斤 所以你看是差多少 那這個台灣 這個也不是頂好 剛剛也有這個江澤江 事實上 台灣的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是全世界大概是前五名 大概是12公噸 假如說全世界是4公噸的話 台灣是遙遙領先 所以事實上台灣在這一方面 還是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那台達呢 我們在這個左下角 是0.04公斤 那這個呢是前大概兩期吧 這個經濟學人 他有一個特別文章 他講所謂的這個排碳 跟經濟成長的這個脫鉤 那以前講脫鉤呢 都是中美貿易的這個脫鉤 那他現在他有個觀念 他說事實上呢 你這個經濟成長跟這個碳排 叫脫鉤 大的圈圈呢 就是它的這個經濟體的大小 然後往下 就是你排碳的這個趨勢 那事實上他這邊舉出來 都在做這件事 就是你的這個經濟 有些成長有些是一樣 但是呢你的碳排都是往下 你看下一張的話就更清楚 假如說我們看這一張 就是很清楚 英國 那個紅的那條線 就是這個 GDP 這個Per Capita 藍的是這個 Greenhouse Gas 是一個Emission 所以它走勢是一定是 板著走 兩個方向 背道而馳了 那丹麥更佳 那你看這個台灣 那台灣還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GDP 往上走的話 我們能源消費 就一定會往上走 要能源消費往上走的話 當然 你這個排碳 當然也是要往上走 所以大家有個觀念 不只是國家 就公司 也是一樣 這個台達在過去做的這個承諾 這個 有TCFD 這個EV100 最近的就是這個 R1100 這個承諾 到了2030年 百分之百的用這個 再生電力 假如這樣就順著剛剛那個想法 就是台達 假如我們看到2030年 就是藍的 就是台達我們Projected的這個Revenue 台達今年大概是 十點幾個Billion 那希望30年到達這個 30個Billion 但是呢 碳排要到零 那怎麼做呢 就是 你這個自主節能 我們自己所有的這個屋頂 都弄了太陽能板 然後呢 現在還有很大一塊 都是買這個平鎮 剛剛也講了 我們希望這個風電 趕快建起來 不然以後平鎮也沒地方買了 這個我們剪它就剪了這麼多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買這個 所謂的PPA 這個跟這些 綠電 這個發電地方 買 我們跟那個像那個 台氣電還有副位電力 已經簽了約了 所以我們一年呢 可以減碳大概27萬噸 那台達一年的排碳是47萬噸 所以你這邊大概可以 到一半以上 那這邊也跟大家那個 特別介紹一下就是 台達 這個前幾個禮拜 才參加了台電的這個 所謂的電力交易系統 那這個 還不錯 我們在平鎮 蓋了一個這個儲能的廠 就是說你 這些Renewable Energy 只要多的話 那你儲到這個儲能的這個裝置裡面去 要的話放出來 台電給你一個所謂的這個Service fee 20% 我們到現在已經收入大概有200多萬 那這個 在座金融界的人士可以考慮看看 聽說是三年回本 好 這個是我們參加這個Cup 26 這個就沒什麼要講 那 我們到最後這個Cup 26 當然是Achieve something 但是我還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要做 要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海董事長 接下來有請ESG世界公民基金會 陳春山董事長上台為我們語談 謝謝 謝謝 呃 李院長還有市董事長還有蔡董事長 還有各位貴賓 容我 不向各位晉升 已經快接近12點 所以我想辦法 不要各位低碳又低躺 所以我要趕快這個 大概15分鐘之內 快跟各位來說明 不過我還是要佩服這個跪點兄 今天安排得很好 這個李衍哲給我們眼方的憂慮 可是有施政農給我們 正起的榮耀 然後剛好再來又是蘇金勝 金勝會給我們金錢的投資對不對 因為綠人需要投資 然後又欣又給我們一個未來的策略 最後我們會看到英俊會不會 然後最後會看到台灣近年排檔的春山 會不會 所以今天的跪點是一個很好的安排 如果不這麼做 我會跟李衍哲 李彥是一樣 結果 我必須要去 可能要去找一條狗 因為我家沒有養狗 我家只有桂花樹 所以我只能跟桂花講一講 桂田啊 桂田要多努力 所以我們希望一起來 在這個 所以我剛才各位講的內容 我大概 基本上我想把它簡化 只是希望我們 我覺得最重要 就剛才我跟金勝也在聊一聊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還是 我們自己的觀念 還有產業的改變 這個才是整個的蛋黃 如果這個不改變 其實會比較困難一點 我過去都在資本市場 所以我很清楚 資本市場跟產業 如果有很大的誘因 其實就很快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剛好在財新有一篇文章 談未來台灣的30年 我個人覺得台灣的未來30年 這個近年排檔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我覺得這也是人類文明很重要的 一個要改變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藉由這個機會 把台灣的轉型 產業這個改變 能夠形成一個新的希望 我覺得未來30年 司先生你未來30年還活著嘛 你會活到118歲嘛 你今年77、78 所以還有30年 我們一起來努力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 應該用一個比較振奮 just do it 的想法來做 那我個人也邀請貴田兄 我們就設了ESG的世界公民基金會 我相信只有產業跟人民的思維的改變 才有辦法 那一方面我也覺得數位很重要 所以我設了數位治理協會 我們相信如果數位的工具也能夠加進來 那一方面我們也組了艦隊 我們把一些產業把它合起來 一起 我等一下會很快的說明 我們大概有一些艦隊 有一些很棒的新創事業 其實都在往這個方向走 數位治理協會其實就是會發現 數位其實在dashboard 包括剛才印金兄剛才的dashboard 很清楚讓每一個CEO 都了解靜零排彈 在每一天每一個月的改變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智慧程式 我們的數位轉型 如果在基礎建設 都能夠在靜零排彈 能夠一個很好的改變 那我們覺得未來的數發部 其實在某一個部分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在前兩天我也請貴田兄 也請簡董市長 我們也設了ESG的世界公民基金會 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 恐怕不只是化學的科學 也不只是 最重要的是人民的改變 說我們是不是世界公民 如果我們世界公民 我們就要要求大家一起改變 同時我們要自己要改變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也是我覺得世界公民 普世善念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才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邀請文茂的陳敬才董市長 他也是這次的DJSI的Member 我們一起來努力 希望將來能夠跟貴田 還有跟各位 一起來往前走 我也覺得我想利用 這樣的一個 這次氣候邊境的機會 大家拉到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地位 不只是台灣人或是華人 最重要的是世界公民 我們藉這樣的一個 練兵的機會 來創造台灣成為世界公民之島 讓全世界不管是在 這個世紀或下個世紀 我們世界公民的理想的世界 能夠實踐 這才是我們每一個步驟 所想要 也許有一天我們氣候變遷問題 已經可服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世界公民之島 就像那個瑞典的桑布爾一樣 他可以很強烈的主張 說這個世界 不是你們大人的世界 是大家的世界 這才是我們在整個基金會 非常重要的 我那一天 11月2號我也請台積電 就他的整個產業鏈商業模式 怎麼改變 我也請何立美和主席 我也感謝施政榮 施先生 來做 我想等一下施政榮 施先生也可以談到他王道 跟這個這樣的 agenda 怎麼樣來密合 我覺得台灣的很多的產業 就如同殷金兄剛才講的 其實都已經非常清楚 他1000家 1萬家公益內要怎麼處理 其實大家都沒有ready 大概95%的公司 根本都沒有做探盤查 這個事情可能動作要快 才能夠創造的改變 所以我們基金會 就開始幫助大家 一起來創造這個改變 我也在有一個協會 叫上市會公司協會 它目前有200多家的上市會公司 我說我們一起來好不好 所以他們也聘請我 把所有上市會公司協會 的獨立董事說 獨立董事你要做什麼 你有一個genda 就是要把ESG把它做好 所以我們大概也有 大概幾十位的獨立董事 一起來努力這個事情 我們希望每個企業 在就如同剛才這個台達電一樣 把ESG當做它的競爭核心 而不只是在做產品跟服務而已 我們也有很多 後續的一些活動 能夠把從獨立董事 這是我熟悉的領域 那我們一起來把這個事情 能夠做得更好 我想未來整個氣候變遷 今天這個部分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想我就不做 我只是focus在覺得說 ESG的agenda 因為ESG本身目前在整個全球 不管是投資或產業的改變 已經形成一個共識了 我們怎麼樣用ESG的agenda 來push氣候變遷更好的策略 第二個我覺得數位真的是很重要 未來整個全球GDP的成長 50% 包括現在所談的元宇宙 一定是跟這個數位是相關的 怎麼樣這次我們的數位轉型 能夠把整個氣候變遷 做更好的節節 我想蔡總統已經對這個領域已經 我這個特別跟金勝兄 一直在討論這個議題 比如說剛才講的 我們的燃油車 什麼時候能夠宣佈政府做什麼時候 那其實還是產業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關鍵的問題 還是產業的問題 還是我們人民每一個人 自己是不是認為世界公民 我們有權利 我們有責任 要去創造改變 所以我想在座的這些公司 應該都很心急 怎麼樣 如果不管是一頓是台灣的三百塊 或是未來的兩千塊 我不曉得金勝兄 我們大概什麼時候 會實施這個碳費 這些公司 大概馬上很多的成本 大概昨天 我也碰到一個上市櫃公司 他說大概算一算 大概每年要增加30億的成本 哇30億的成本 那要怎麼支出啊 所以我想現在大概所有的上市櫃公司 大概都已經非常敏感的 趕快要做一些改變 所以這些人的改變 就是機會 就是我們產業改變的機會 所以 碳關稅也是一個我們很大的機會 我剛才也跟金勝兄講 我真的看英國我真的蠻佩服的 GDP的成長 但是整個 這個 emission是在降低的 最近他們也提出 這個整個這個碳 這個 淨淨排炭的十大建設 我看每一個 大概都可能要百億到千億投資 所以我真的建議行政院 把它當做一個新的十大建設 來做一個可能性 那這樣一個投資 才能夠創造 我們未來是一個數位領先的國家 如果只是一種 要求你交碳費 而不是一種積極投資 讓台灣能夠創造 除了半導體這個富國群山之外 有另外的可能性 我覺得真的浪費一次危機 藉著這一次危機 我們要把整個像英國 我看一下每個item 大概基本上都是要百億千億 這個台幣的投資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我真的建議台灣跟英國 就在這個議題上 應該要做高度的合作 我也覺得說 其實現在每個公司 大概對ESG都高度的重視 怎麼樣藉由ESG的 這個目前的Controlling Agenda 尤其ESG將來可能在用TCFD 一定要做一些財報本身方面的揭露 我覺得看所有的上市櫃公司 ESG已經不是Slogan了 它本身是一個投資人 會看它怎麼樣 未來的價值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氣候變遷 跟ESG高度的結合 其實產生的動力 比政府的一種Push會更好 我也覺得Michael Porter 其實在10年前就已經講過了 未來的資本主義 跟現在的資本主義 絕對不一樣 未來的資本主義 就如同台達電這樣的例子 不斷的思維 節能簡單 世界的共好 跟它的商業模式的結合 基本上 他認為CSR應該叫CSV 共好多營 它是應該要re-event capitalism 我們應該重新來創造 一個過去幾百年創造的資本主義 一個共好的商業制度 經濟制度 才是一個世界勇氣的基礎 所以哈佛商業雜誌也在說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氣候變遷 如同李院長講的 不一定能夠共好 但是如果我是一個business leader 我大概覺得真的是一個太好的機會 哈佛商業雜誌也給所有的商事會公司 五個建議 第一個 你趕快要超前部署 任何法令 譬如說碳費要Color 趕快做 第二個 把所有的價值鏈 不管是在產業鏈 或說我們產品的回收 趕快做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創造 就像Data一樣 有一些新的產品 我們可以猜出來 最重要的就是新的商業模式 是不是我把這些 Total solution 把它合作起來 是成為我未來五年 跟現在完全不同的商業模式 最後 是不是一個 完全的一個產業平台 所以我覺得 鴻海我覺得很佩服 尤其劉董市長 上台之後 把這個電動車的這樣的產業平台 形成另外一種可能性 我覺得這五個步驟 不管再做 是不是商事會公司 只要Push你投資的公司 去想想這五個步驟 可以做什麼 其實都是未來一個很大 本身能夠增加公司的市值 增加公司的EPS 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 各個步驟 我覺得在本身未來一定 我大概目前看到所有的商事會公司 我們那天跟桂田兄 我們基金會開幕完 至少有五家商事會公司董事長說 他聽了兼董事長的說明之後 他說糟糕了 我好像還沒有探盤查 我不曉得怎麼壓力 其實大部分其實都沒有準備 所以這個時候 趕快去Push上市會公司 趕快去做探盤查 趕快去減少它的供應鏈怎麼調整 趕快去思考它的很多的樂趣 也就是說基本上高叛臺的 要怎麼處理 最後要不要跟工業院合作 要不要跟台達還合作 我們來形成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大概所有的上市會公司的董事長 碰到我都說我還沒有探盤查 這是一個非常令我們很難想像的事情 但是老實說 基本上這個危機就是一個機會 所以不管是在整個價值鏈 我想各位都已經在很多的領域裡面 都已經從SG找到很多的可人性 我們也覺得本身趕快找到樂趣 到底我在流程裡面製程裡面 或是我的產品的管理 哪些真的需要再重新的管理 趕快找人來幫忙 把這些樂趣的排碳的量 把它改變 我也真的非常感謝這個 秦珍也尤其真正兄 把工業院當作一個可人性 我覺得工業院要再創它未來的2.0的故事 恐怕要從這個地方能夠創造改變 我覺得很多的產品 其實也可以來做一個重新 再做近年排碳的設計 同時我也覺得像本燈的很多的新的商業模式 也可以做一個改變 同時我也覺得很多的新的產業平台 事實上都可以在這一次的氣候變遷的 產業的機會裡面去創造改變 最後我談一下就是說 其實數位一定是一個本身氣候變遷 一個很好的一個可人性 我們事實上已經在我設立的基金會 跟數位治理協會 已經排了很好的講師 希望大家藉由數位能夠來做近年的排碳 我也組了一些艦隊 這些艦隊基本上都是要希望從近年排碳 去解決提供一些解決的方案 所以包括譬如說我們的董事會 每次都開一大堆子 請問排碳有多少 我們要不要思維一下 就不要再硬子來給董事會 我們立法院的預算書 是不是可以來思維 基本上請立法委員看看電腦好不好 不要每次我們到立委的辦公室 就看到一堆子有沒有 其實很多的改變其實都可以立即來開始的 譬如說我也跟公營業合作一個東西 所有的董事會 完全一個手機其實都可以解決的 這個在整個系統上都可以來處理 我們本身不管在譬如說合約的管理法尊內控 其實這公司自己的數位化 馬上其實就是一個近年排碳 整個轉型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當然我想非常重要的是 怎麼樣能夠把一些平台建立起來 我也跟幾個銀端公司到AWS微軟 我說趕快你幫我們很多公司 或者是從AIoT到整個銀端的管理 可不可以來幫我們來做 他們都很樂意來提供這些 整個未來銀端判管理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想可能很多潛在的機會 能夠在這個可能的近年排檔裡面 看到很多的商機跟改變 最後我想我跟櫃田兄一樣 他是主張世界主義 我是主張世界公民的 我覺得我們台灣要借著這次氣候變遷 來檢驗一下台灣每個人是不是世界公民 所以我們借很多的campaign 包括我們現在主張真的把大小商 公司的大小商把它拿掉了 這個是造就很多很多的問題 康有案基本上董事長就帶小商到處蓋 其實這些東西 其實它不只是一種近年排檔的控制 同時它也是一個很好的內控的方法 我想我們後續都有很多的campaign 藉由基金會 尤其貴田兄的協助 我們都覺得 事實上台灣可以在很多地方做agenda setting 做agenda leader 這是我們要不要做的問題 這個需要各位的產業的幫忙 還有在座包括老師包括學生 因為我們都是世界公民 所以包括五子化 我目前也跟中華電信在思維 很多東西 比如說我們的印章 可不可以就是完全 蓋起來就像印章 但是其實是電子化 根本不需要印尼 這個部分我們其實都在研究 我覺得這個人類的文明 如果這30年不做改變 就如同炎澤兄剛才講的 就是說我們大概可能的災難 整個人類文明的一個改變 可能就很不樂觀 我覺得我們其實本來就是世界公民 這個人基本上就是在太空空這樣飛 我本來要求貴田兄明年要不要去做一下 他跟我講台大的薪水可能要增加一下 基本上我們其實未來都是世界公民 我們其實在未來不久之後 可能每一個人都有個護照 就是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拿到那本護照 用世界公民的概念 我們事實上能夠改變的這個世界的機會 其實是有 所以觀念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整個我們的習慣 所以你看看這個愛沙尼亞 就是一個我非常欽佩的國家 它基本上只有130萬人口 就用數位來創造一個數位領導的國家 微軟很多的這個大公司 都找到Astoria 來做很多數位的轉型 來做很多氣候變遷的改變 本身我在這次基金會設立的時候 請我一位朋友 他是這個王定凱總經理 是AWS的總經理 他就幫我寫一句話 普世善念痛傳淫 世界公民共其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價值觀跟態度 有什麼價值觀就有什麼 有什麼高度就有什麼作為 我想今年排彈是一個我們很好的修煉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陳董事長精采的語談分享 請董事長劉布 有請主持人與各位語談的貴賓上台就座 進行我們的綜合座談時間 請 Benson 感謝你 先謝謝各位語壇人 我們在接下去的這個語壇之前 我先聽各位語壇人的話 稍微很簡單的做一個說明 我一直從創業就開始有王道的基本信念 就是要創造價值利益平衡 永續經營 那創造利益平衡裡面是所有的利害相關人 我在定義利害相關人的地球社會 是不講話的利害相關人 一定要有利益平衡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當然我們看得見的 不管是股東、員工、銀行等等 都是利害相關人 消費者當然更是利害相關 所以我60歲退休以後呢 我就開始善進PSR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也是一種責任 那最近我在筆電看到宏基的全球記者會裡面提出了 Earth mission 就是地球任務 Earth mission Earth mission 這樣一個口號 表示他們整個企業有承諾要等於對地球是有責任的 有使命的 那同時退出剛剛我講的一個環保的筆電呢 也受到市長的一些環保的筆電呢 那專門只管這個勇氣的這個事情 很深入 所以探足機我是講不出來 他一定很清清楚楚的 Grace Law 所以聯合國的很多會議或者什麼大會他都會去參與 所以基本上呢 承諾對於ESG 我也是陳教授的勤足的議員 每天看到很多高見 今天我們還有這個代表政府代表 原來環保署的第一任署長 還有我們企業界代表 提倡這個ESG的教授們 所以我想今天真的是很好的機會來探討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就用slide裡面的這個順序好不好 可以大家看得到後面的問題嗎 我們再生能源當然政府很積極 以太陽能跟離岸風電為主 要達到20250要達到70到80% 我們並沒有那麼多地 昨天彰化縣的 彰化市長在跟我談 就是他 他們的海上風機特別多 在彰化 也談到怎麼樣接觸那個發展未來的產業 整個 實質上風機當然投入非常非常大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達到碳中和 我們到底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揮核 我不曉得李彥是對於核融核有沒有信心 已經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 會我知道中央研究院現在正在做實驗 如果能夠有所突破的話 可能會救地球 核融核已經幾十年的事情 所以整個恐怕那個是很值得期待的 那最近有一個未來自傳 大概12月底中會到台灣來 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Gantopoli主持的 是為了2025年的大阪世界博覽會 在巡回全世界 那太陽人船 有風車都帶著車 還有就是用海水變氫氣的 整個這個能源 那裡面用了很多很多的科技 那我相信那些科技 台灣將來都可以國際化 也就是台灣對人類做出 過去已經做出具體的貢獻 也就是把科技普及化 大家負得起的 台灣可以扮演這些角色 所以整個剛剛蘇主任有談到 探稅也是很重要 因為探定價 因為你一定要把成本外部化 那個成本把它顯現化 大家才會有感覺到 還有水電要漲價 反正為了選票漲不了 那就不漲價 它永遠是讓大家變成不能節能減碳 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對於第一個問題 不曉得哪一位 以台灣人要先說明一下 從產業利益場有沒有什麼辦法 檢大使已經研究很久了 看看剛才的破裂 那是他30年前他就在講這個事情 我想第一個問題 是怎麼樣達到碳中和 我想碳中和基本上是兩個方向 我們第一個講碳中和如果是從實際上要減碳的立場 我們第一個我們可以增加我們的碳的再生能源的供應 那第二個是我們要增加我們的效率 效率叫效率相反就是我們減少碳擺放 再來我們要用生物的方式去解決 種樹樹林等等 那第四個我們要用這個負碳的技術 那我是覺得我們台灣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以把格局再放大一點 因為我們老是在談supply side的問題 就是供應鏈的 供應方向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直在想我們有沒有足夠的這個再生能源 但是最重要如果不減碳的話 永遠做不了碳中和 那麼所謂碳所謂淨零排放的定義 是要你盡量去減少碳的排放 那我這裡講個很簡單的一個故事給各位聽 你大概了解我談的什麼意思 2011年這個福島事件發生的時候 在日本產生非常大震撼 同一年在韓國產生很大震撼 因為他們和隔壁在一起 那一年的8月份 大首爾市發生大停電 而且在它的金華區 幾百萬人全部都停電 整個癱瘓掉這個城市 所以那時候的這個 這個第二 馬上半年以後要選取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律師 他出來他講說 我如果上台的話 要解決這個電的問題 我要減少一座核能電廠的電 在首爾市 他年輕了 大家也半信半疑 說怎麼可能一個 首爾市要減一個核能電廠的電 結果他選上了 因為這個是非常吸引人的題目 結果兩年半的時間 正式宣佈達成減一個核能電廠的電 當時大家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兩年半的時候他宣佈 他要再減一個核能電廠的電 後來好像沒有再選上 不過很重要的概念是什麼概念 如果你不瞧減碳 不這樣大力的減碳 再蓋再多的這個再生源 再多的風氣 再多的太陽能 都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整個國家在 節能跟減碳的工作做得非常少 我們最高峰的時候是2007年 是我們的一個peak 最高台灣的碳排胞 那麼最近幾年好一點 我們減到現在 我們總共減3%多了 其實是很少了 當然我們國家經濟在成長 不過別的國家經濟也在成長 所以這個不能當理由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在減碳方面 是做得真正的很少 所以我們一方面求供應 供給面要增加綠能 增加綠能 同一個時間我們要減少 我們自己的能源的使用 跟這個碳排放 才有可能真正達到碳融合 碳融合絕對不是只是看 Supplycer的問題 潘中文最主要還是要看 Demand side的問題 來 歡迎董事長 我想這個綠色能源是大家的這個Dream 當然在這個執行的過程之中 都會碰到很多的這個困難 那我呼應這個檢大使講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一方面你要開源 一方面你要截流了 這已經講過 就在開源這邊呢 現在就是說我們還是把這個 這個所謂的綠色能源呢 只限於風電跟這個太陽能 但是呢還有其他的科技啦 就我是看過一篇文章 就是說以現在的科技呢 你要達到碳中和的話 不管哪一年 是非常難 所以呢在科技上面要有一個大的突破 剛剛這個施董事長講了 這個核融合 當然是這個Holy Grail 就是說 你有一個這個Fusion的這個Reactor的話 這個電就源源不絕 當然這是理想 但事實上你看 很多地方已經開始 有一些這個苗頭出來了 像美國甚至台灣 我們也曉得台灣有一些公司呢 他們也開始做了 那事實上就這期的財訊 那個他們還特別提了 就是說以前就是說你進去的電 沒有出來的電多 他現在進去的電比出來的電多一點點 這是多一點點 時間不長 但是這是個好的開始 就我們在科技業呢 我一直講的就是說 人很厲害 你被逼到牆角呢 就有一些新的idea出來 而且呢就是這個 從價錢上面來說 這更加是台灣這個ICT產業的這個 獨門密招了 就是說他這個Costum很厲害 舉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LCD的電視 他剛出來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很燒包 你到我家看 42吋 我們要多少錢 42萬 一吋一萬 現在多少錢 你去看那個Black Friday 大概300塊美金 你都不要啊 一萬一萬都不要 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就是太陽能 講到太陽能 太陽能我們剛出來做的時候 比現在 起碼這個價錢啊 現在比那時候價錢跌了80% 然後效率更好 我想的是 除了在這個 風能跟這個太陽能之外 那事實上還是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說像氫能 那現在很多國家也開始放這個資源進去 那就說 講的是 就多講一點那個碳費 我覺得你收了碳費怎麼辦 那碳費就是要做這些事啊 就是你給中研院啊 給工研院啊 這個 我們有好的科學家 你是要一些大的breakthrough 那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台達我們今年開始 要開始跟不同的事業單位收碳費 一頓300塊美金 很多 為什麼要收那麼多 因為你要收到多呢 第一個他們會痛 第二個呢 你要有足夠的資金 這個pool放在coffee這邊 那才可以做一些比較大的研究 在過去呢都是piece mill 你這邊就做一點點 那邊做一點點 這邊花個十萬 那邊花個二十萬 那以後我們會做一些大一點的project 比如說 甚至以前從來沒想過的碳補桌 那這一方面我們也會花一些資源進去 謝謝 實質上現在每一個人手上拿的手機 如果不是台灣的半導體把它做成很省電的話 不會這麼普及 但是因為普及化 大家可能還是沒有看到 耗人很大那一部分 大家看不到你們這麼方便是data center data center裡面所用的電還是很大的 就像半導體 它也是用很耗電的 但是它創造的價值 剛剛海董事長談了 核融核就是在台灣或者在美國新創公司 開始發現這個input的電 低於output的電差一點點就可以了 只要是正的 那這樣每一毫秒就可以cycle一次一下子 電就會就融合 這個電就會產生出來 所以這個可能突破性要商品化 台灣絕對要扮演關鍵的角色 在全世界要普及化 所以我們的技術能量是夠 我們又更有彈性 不斷的在研究 然後成本又低能夠普及化 好 我們進入第二個問題 大家等於從未來的習慣 未來習慣實際上 當然我們改變習慣有人會吃虧 就像我最近一年多來 事情做的比錢多 但是錢不用視信 今天是不得已才到這裡來 否則我錢不用視信來 而效力更高 因為每天省的交通時間 或者省的碳 不曉得省多少 所以這裡面應該剛剛談的 我一開場講的就是人人有責 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養成性的一個習慣 那這個第二個問題是 是誰要 可能陳教授跟這個 有倡議比較有關 我想要不要請金春兄來回答 都可以 金主任好 請問到政府部門 是不是去采行視訊 那麼在疫情的期間 政府部門當然很多用視訊的會議 來減少人員的接觸 那麼疫情解除以後 我們大概很多的視訊仍然是維持 那麼也很多是實體跟視訊並行 那我想也很鼓勵這種視訊的方式 至於說上班是不是 walk from home 這個部分 因為政府部門可能情況比較特殊 必須有很多的民眾來洽工的需要 所以不像做研究的 就是針對那個議題 然後也是內部的溝通就可以解決了 因為政府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空間 也是開放的政府 所以你也不知道誰要來洽工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去實行 WHM walk from home 可能 我們可能還有一段時間要去了解 要去觀察 以上 謝謝 就剛才殷敬兄也提醒我 就是說其實這個數位轉型 這個過程事實上是一個很棒的過程 包括我大概現在一天可以開八次會議 已經三次沒了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我會覺得 數位轉型要不要把過去的 我們的工作流程 整個來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這中間要不要政府來做一個 做一些示範 譬如說很多的重要的會議 其實大家都可以 澎湖的朋友其實他就不一定來 他在當地就可以來處理 那第二個我想企業 大概已經快速的在縮減辦公室 根本不需要那麼多辦公室嘛 那根本他就在家工作 當然這個需要一些調適跟治安的問題 那大學我們其實現在這個都 基本上前一陣子都試信了 但是我的學生都基本上都是把螢幕關掉 不曉得他在做什麼 所以不過這個大學真的需要 可能有一些改變 不過我會覺得加速數位轉型 對於減少這個排碳 接忍應該是非常重要 感謝 當然這個也需要一些工具 所以我在過去幾年就是推動 洪基發展一個security meet 叫S meet 那這個技術已經存在了 面對新的應用包含洽工呢 可以實質上你要找人 反正你在家裡或者你在車上都可以找到你 直接就可以解決問題 甚至剛剛有陳教授談的簽章的問題 電子簽章或者蓋章這些問題都解決的話呢 實質上真的大家效率更高 很重要應該是說休閒的時間應該可以多一點點 這樣一個情形 有沒有要補充的 沒有 我們就第三 接下來問題就是學生人才的問題 台灣不缺人才只缺舞臺 如果大家都動起來的話 自然老師就有很多可以談這些問題了 我不曉得教授們 你看對這個議題怎麼看 這個英俊兄等一下可以說明 他們在這個過程裡面產生什麼樣的人才 因為其實大部分都在自己企業端的需求 那學校本身是 我覺得台灣的教育基本上可能要跟產業多鏈結在一起 那我個人看到的其實 我大概覺得未來1700下上市會公司 應該會至少需要1500個永續帳 所以本身永續的這種人才的管理 那這個本身在檢董事長那邊 其實也開始在培訓這種永續的管理師 第二個我覺得大概未來的新科技 剛才未來目前未來近年排檔的科技 大概三分之一現在都還只是概念 包括新融合 所以新科技的一個投資所本身所需要的 這樣的近年的人才非常的多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真的需要政府來領軍 那我想包括富邦金控 要不要來多做一點這方面的驗景基金 因為這個真的是需要 而不只是從獲利的角度 所以我覺得新科技的發展要有新的基金 然後人才基本上就有舞台 是 謝謝 謝謝 有沒有 我想這個題目很好 這個不同產業面對的靜靈展 需要什麼樣的學者人才 不過到我來講 我們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所謂靜靈轉型 是無所不改叫做靜靈轉型 從生產面改 生活面改 商業模式改 全面改 才有可能達到靜靈 如果單一向生產面解決不了問題 單一個是商業模式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我們要講這個人才的話 是方方面面都需要 這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是什麼 是教育的方式 歷史上很難得發生這種現象 很多事實的來源的時候 學生跟老師站在同一個旗袍點上 知道這個事實 就是很辛苦了 而且這麼多的這些 最近所國際上發生有關靜靈的事情 當然我們這個氣候變遷歷史遠遠很久 可是因為氣候變遷產生的轉型的事情 都是最近才出來的 最近才出來會產生說 其實老師不見得比學生早多少知道 說不定學生已經看到了 Google上很多東西 老師還不太清楚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時代 老師的轉型變成非常重要 如果老師轉型不成的話 你說訓練學生是很困難的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教材是什麼 教材是什麼 我個人是台大機械系畢業 我記得我畢業的時候很清楚 他說叫我們畫工程畫 那很辛苦 工程畫機械 畫到我眼睛都戴眼鏡前 可是我畢業以後一天都沒有用到 後來電腦全部取代掉了 根本就不需要人去做 一樣的道理 剛才我講 如果今天汽車 已經知道十年以後 汽車要face out的時候 我們再花那麼多時間去研究內燃機 什麼東西的話 其實 恍然一片 到處就沒有了 我們也很清楚說 我們的教材是什麼 所以現在為什麼很多遊行 我們在做living lab 就是說在學校裡面 培養一個學生怎麼樣定義問題 解決問題 然後從把學校當作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這個學習的場地 推廣直接到社會去 叫living lab 從mit開始 所以教學的方式的改變 而不是直接想我們是過去的時代 老師是具有知識的權威 今天老師講 知識的權威不多了 有些東西其實google就可以了 那再來就說 學校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轉型的區域 那我們常常講說2050年 台大2047年要達到這個靜寧的狀態 靜寧的狀態第一件事情 你要節能減碳要減多少 節能減碳的事情 我跟各位報告 怎麼做 你跟所有大學校長問過 一年能夠節電節2% 1%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學校了 很困難啊 那2010年的時候我到英國去 到外交部去訪問 他訪問那時候我已經下台了 所以可以到外交部裡面去 進去他那邊貼了 他說我們今年做 2010年保守黨上台 我們這一年要所有中央政府 30萬公務員 3000座大樓 我們全部加起來 要減少這個10%的能源 減少10%的能源使用 那我在想怎麼可能 我們台灣減2%都不得了 結果我當時想 這些人英國人這樣做 第二年我就問他說 你們節了沒有 他說節了 那不然節了還有比賽 那比賽第一名是誰 他說比賽第一名是外交部跟教育部 我說教育部怎麼能減 是誰在減 英國大部分的幾乎需要都是國立大學 所以他很好管 那國立大學減多少 我說你們減多少 第一年減13.6% 這全部平均中央政府減13.6% 大學減 這個教育部減21% 哦 我這樣說不可思議啊 他說外交部也是平行第一名 那外交部還有外管比賽比 比賽比 他說全世界英國的外交部的外管比賽 你知道哪一個國家的外管第一名 各位曉得嗎 台灣 就在哪裡 就在信義計畫區 各位曉得大樓很新的 在阪急隔壁那一棟大樓 減多少 減20%多一天 他能減20% 我們的這些學校 連2%都減不起來 他是在大樓裡面一動 當然他不是減顛而已 他連生活行為 連那個上下班 通通更變 連交通一起變 所以我是覺得 學校如果不能培養出來說 我可以做得很好的話 那個學生出去都不會節能減碳 怎麼可能 2%等於沒有減嘛 很少 所以我是覺得 學校裡面是非常重要 那最後我是覺得 我的感覺 就是學校在一個 這個淨寧轉型當中 大學跟社會的需求 gap很大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 蔡董在這裡 蔡大董在這裡 今晚會說 我們要做TCFD 我們要報告 兩年要交報告 所有的金融公司都傻眼 因為講不清楚什麼叫TCFD 要從頭再訓練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來的都是金融人才 可是金融裡面 如果沒有一些環保人才 沒有社會人才 你根本做不了這個事情 這gap很大 找不到這兩人 所以我剛才那個 春山教授講到說 我這樣這幾年 我訓練了六千多人 專門在做CS 五百人是做八十個小時 intensive course 還不夠用 為什麼 整個社會需求很大 所以gap很大 所以對年輕人講起來 我個人是覺得機會無窮 因為聯合國也這麼講 從2020年到2030年 再加上行動了十年 那我如果跟年輕人講 這叫做黃金的十年 歷史上再找不到這麼大的變化 要這麼多的經費都投進去 要轉型 要轉型轉型 所以這個轉型是全面性的轉型 人才是各方都需要 謝謝 謝謝 這個問題還有沒有要補充 蘇主任 就是政府在推動靜零轉型 當然靜零轉型是包括 包括能源轉型 產業轉型 跟社會轉型 那麼除了達到靜零轉型的目標以外 我們也希望帶動產業的投資跟就業的機會 所以在整個 整個 技術領域部分 大概我們目前大概四個部分就是 創能 儲能 節能 跟系統整合 大概這四個領域 我想將來需要的技術領域的人才會大量的投入 謝謝 那邊說時間已經到了 本來我希望現場還有人可以問問題 那我們今天謝謝各位 我們很高興 對這個議題大家有很多的看法 可以分享給大家 好 最後應該還有一個要教育這些 媒體應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每天在每天起床看到的時候 網路看到的時候這個議題的話 自然就會有概念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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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貴賓帶來精采的語談與討論 相信所有的愉快者都覺得收穫滿滿